自我革命应该相当于 共产党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卵子 我们新中国联邦是个精子 我怎么又想到精子卵子去了 这应该是一个精子和卵子的机会 如果他这个不搞自我革命 咱新中国联邦这个精子老找不着卵子 这个生不出新中国联邦 咱这个精子现在正在四处游荡呢 是吧 正在找目标的时候 谁给他接轨啊 他来了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是吹声新中国联邦的卵子 哎呀七哥的脑袋 我咋亲我自己一下呢 咋办呢 七哥太牛了 这后面好像有个神仙的手在推着我 这后面好像有个神仙的手在推着我 对了 新中国联邦这个精子和习 习太阳给我们送来了卵子 叫自我革命 所以说自我革命 他就自杀身亡新生命诞生的卵子 跟他精子 因为他帮咱嘛 是吧 成就咱嘛 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卵子和精子设计 上天太了不起了 你说这这这这这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宇宙 两个身体 在多种原因下才能结合到一起 慢慢的慢慢的 长到18岁和2030岁 然后俩人还得在某种环境下撞到一起 在两种天还要折腾和一个小时 俩人都出半天汗 最后才酝酿出时间点 身体 年龄 精子 几百万 卵子 若干个 咔嚓结合 紧密的生产出了一个人类 一个新宇宙的诞生 叫新生命 所以共产党这个 在这个这个酝酿的 非常痛苦的挣扎中 水深火热之中 咱们这个精子 叉叉叉的从这个太阳系就冲过来了 然后这俩人现在要结合了 2022年 10月16号 共产党用了 100年 造了一个卵子 然后郭文贵从外太空和一帮战友们 带着几百万亿万战友 造了个精子 结合了